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們香港金管局 連同人民銀行和澳門金管局 正式公佈實施的細則 亦都標誌著跨境理財通正式落地 無論你是香港還是內地的投資者 每一個投資者在任何時候 只可以開納或持有一個跨境理財通的帳戶 甚麼銀行可以參加這個計劃呢? 在香港來說 其實所有經營、零售和私人銀行 受我們金融管理局監管 亦都是去獲得香港證監會 相關註冊的機構 就可以參與這個計劃 據我們了解 目前為止 都應該會有超過至少20間銀行 表示有興趣參與這個理財通 在內地來說 大灣區裡面 如果你有營業網點 並且符合內地監管機構 所定名的條件的內地銀行 都可以參與這個計劃 開戶安排方面 南向通來說 內地的投資者 可以親身到香港銀行 來開設一個投資的專戶 又或者是通過見證開戶的方式 他在內地自己那間雙屬的銀行 來開納香港的投資專戶 也可以 北向通的情況又怎樣呢? 香港的投資者 可以按照現在內地現行的一些法規和安排 來開立這個投資的專戶 跨境理財通這個計劃裡面 是會設有這個總額度的 兩邊都有 即是北向和南向 各設有1,500億人民幣的一個總額度 是由港澳兩地來共用的 個人額度方面 就是100萬元人民幣 匯款是會以人民幣為匯款的貨幣 有些朋友都關心 如果是商業投資 即是北向通的香港人士 現在他每天是有限制 只可以匯8萬元人民幣 回到大陸的戶口 這是每天的限額 在理財通之下 是不會受每天8萬元匯款的上限限制的 快來訂閱通訊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 看完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